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梁仲恒由慧晶要负责全部总费 判慈说 两人在10月12日拒绝宣誓 已经自动失去议员资格并离任 容许两人重新宣誓 在法律上并不可行 记者占潜明在高等法院现场的 交给你讲一下判慈还有什么 高等法院的上诉庭在早上9点半 判慈说 这次案件的争议是在基本法之下 到底司法机关有没有权取消两个立法会议员的议席 上诉庭提到释法 他说 立法会在基本法之下并不是最高的法律机关 涉及基本法的问题 法庭才有权去执行 就着涉及基本法的问题作出审判 又说 法庭这样做是不会损害立法会的权力或职能 亦都不会削弱有民意授权的立法会议员成份 又说 今次法庭去干预是可以确保到立法会是依着基本法行事 法庭在袁仲庭的时候 法官欧慶祥没有特别提到他是怎样看释法 今次上诉庭有要求上诉的一方 即是青年新政的梁仲恒和佑伟晶 和政府怎样看人大常委会早前释法 上诉庭对着今次释法作出一些说法 他说 今次释法对法院有约束力 又说是涉及基本法第104条 就着立法会在公职人员宣誓之下有没有效的问题 所以法院要履行基本法104条 不是立法会的内部事务 又说 今次释法是解释到104条的真正含义 而这个含义是在香港回归 即是97年7月1号已经生效 所以是适用在所有案件 上诉一方有提到的 认为在普通法之下 司法机构不去干预立法机关的原则 即是不干预原则应该生效 上诉庭就说今次不干预原则是不适用的 法院再强调就说释法是对法院有约束力的 至于上诉一方有提到 就说认为今次的释法是企图修改基本法 上诉庭认为基本法没有赋予香港的法院 去决定究竟上诉一方这个说法是否真确 所以是不会处理这个论点 又说上诉人都没有提到任何证据 去证明人大常委会今次的释法 是有企图修改基本法的意思 案件的另外一个争议点就是 当初是由特首和联同律政司司长 去日品就着两位议员的资格作出司法覆核 到底行政长官是否有权这样做呢 法庭亦有一个判决 他就说行政长官在宪法上有权 是有责任去执行基本法 所以他是有权对这件事进行司法覆核 所以就维持袁仲廷的判决 是取消梁仲恒和游慧珍的议席 又说是根据释法 他们在拒绝宣誓之后 就已经在法律上立即自动丧失他们的议员资格 以及要离任的了 所以维持判决 法庭是作出一个特别安排的 就是在审判的时候已经说 如果今次这个判决输了那方 是有兴趣要上诉的话 法院就会在明早的九点半开庭处理 处理他们是否有权上诉到终审法院 我们在现场没有见到梁仲恒和游慧珍 现在他们的律师在谈 究竟明早要怎么准备上诉 他们会在高等法院跟进最新的情况 先将时间交给新闻部 好 谢谢